是迷列前茅球隊竟然在出手 還有他們整個整體籃板球是這麼的低 如果說他們可以找到更多籃板 有更多的攻擊機會的話 我相信他們也許可以 整個左右戰績 說不定可以打敗無援喔 對 所以賈凡教練強調的就是 他們要增加early offense是可以理解的 一開始台灣大手的是區域 不太好跟菲律斯雙塔在禁區坐鎮 那一段輪著心腳已經移動了 最近四場比賽兩隊都是拿下兩勝 所以對金九來說這兩勝拿下之後 他們已經有四勝了 都有NBA黃蜂隊的FU 因為黃蜂隊雖然開季一度推下了11連敗 但最近的七場比賽他們拿了六勝 那這樣子台灣他整個表現感覺最近有點像胡人隊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好像尤其是上個禮拜 他們在輸給圖圓師的非常多的分數 整個表現好像有點好 叫好但是不太叫做 對 而且台積的他們最棒陣容就可以認為 不管是養肌或是國隊 擁有這種鑽石級的陣 對 一開始還甚至被拉西稱為 SBL的邪惡地獄 對 但是現在他們變得蠻善良的 因為別人想拿勝利 別人想得80分他們都say yes 所以說 我相信球隊甚至教練不會想要讓自己球隊這麼的善良 我們看一開始 我們看一開始 對這一球 菲利斯 強攻籃下也得到了一個罰球的機會 菲利斯要多往籃下打 才能創造自己更多得分的來源 一場比賽18.2分 其實在今年 菲利斯他整個進攻 我們可以發現 他越來越多的 往籃下一個強攻的動作 所以說 現在也 不能再叫他以前的外號省力一顆了 一場比賽的罰球 四次出手 以洋將來說 算是低水球 這次切入時 吸引到對方協防的犯規 抓的是洋將菲利斯 所以兩位洋將呢 在比賽裡開始 一分多鐘時間裡面 都有犯規的狀況出現 直接排在他一手區域 所以讓金恩呢 在對方改變防守之後呢 可能比較沒有機會 面對這個3-2-6 這個打點的戰術 袁正宏一開始表現不錯 得分之外還抓了兩個進攻籃板 再給金恩 三分歪賽 扭短 開始台灣大的整局 與防守的正式 確實到目前看不起來 對金恩這個點 有一點點不錯的作點 轉出接到球 前面就稍微深一點點 再送回來給冰槍 好球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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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恩 金恩 目前算是只能四勝 但是其實 你看他們這四勝的過程當中 他們可以打敗台灣大 也可以打在浴龍 所以他們有可能成為 四強的一個刺客 而且刺客都是穿黑色的 對 所以說 只要哪一個隊 不小心被金九給咬到了 真的就是打門了 對 不過我覺得金九 他們慢慢打成 他們展進的特色 還有他們的心 所以說其實 因為還希望這個團隊 不管球員和教練團 不要再有像前進去那樣 太大力的改變 對他們來說 我相信可以越打越好 對 很多球員跟金九 他們其實 並沒有長活躍 你看這一球 第一槍在接到 金恩的一個助攻 所以在打下 輕鬆的打了兩分 金九的進步 跟金恩的攻擊手段 反應有很大的關係 對 他還是有比較多的三分外線投射 對 但是他現在更容易 更會傳球 而且三分外線的 合理性的比球技 前面五六場來的更多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每一個球員在跟團隊 必須要有一些好的磨合 尤其是 一來的時候 是一個外國人 因為 必須要有多一點的動力 開始吃台灣米之後呢 外國人 也必須要適應東方文化 好 五萬人的終極 短 籃板球被無淡好 棒 不要注意了 金九的進攻籃板 一開始已經抓了四個 這就是台灣大最傷痛的地方 對另外 進攻籃板也一直是 金九最恐怖的一個點 好 台灣大這邊 菲律斯也抓一個進攻籃板 轉身的出手有效應 他要再度站上罰球線 我們看這位吃了台灣米的外國人 今天第三次在三分線外出手 就命中 雙方的第一季三分球 上一次交手菲律斯面對金九 只拿下九分九籃板 是他最近十三場比賽 唯一 一場 得分沒有到兩位數 小豬離開蒲原之後呢 來到金九 確實有揮灑空間 而且金九 是不是可以考慮跟他簽一個長冤 要不然明年 他還會不會留在金九裡面 不知道 對 會不會又被挖回去 因為我記得 簡號 原本從蒲原被 轉隊到了台中 拿了一個冠軍之後 然後馬上 又被敵人給挖了回去 哇 Taylor King的三分球 越投越遠了 而且據說 小豬在今年來到金九之前 他已經跟達西虎隊有默契 已經到達西虎隊有默契 已經到達西虎隊練球了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了 對 金九可以在 老虎的嘴巴裡面 把小豬 給救了出來 我相信 相當的不簡單 一定要好好把握 表現不需要少年來 能夠在老虎的 嘴巴裡面拔牙 還是金九球目前10比8 靠著Taylor King的連續兩季三分球 目前金九取得領先 這場球被鄭仁瑋敲掉 向周圍的腳踝受傷 缺陣的鄭仁瑋 今天表現不錯 得到4分 這就是台灣大要看到的 所謂early offense 沒錯 這就是龍德來到了台灣大之後 希望可以改變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重點 有early offense 另外一個就是 必須要加強防守的強度 能夠製造超級 或對方的失誤 對 最重要的是 說到籃板 為什麼 復原可以有這麼多的轉換快攻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籃板的 Bavis 對 對 連續取分 而且舞蹈還有超級 有把這個球抄下來 對 這認為連續取分之後 我們看到冠仁也是 連續發生失誤啊 這對冠仁來說 其實是 蠻少見的一個現象 吳冠仁目前穿兩個助攻 但是發生兩次失誤 外線頭是稍微短了一些 雖然我再給吳代豪 地板球也是55秒的位置 帶一帶40度角有 現在台灣大在第一節打出了相當不錯的氣勢 今天台灣大在第一節打出了相當不錯的氣勢 所以我們不知道之前台灣大其實常常在第一節 大部分時間是落後的 越投越遠喔 接著Key 我真的強烈的懷疑 今天可能上個禮拜是住在表面 一整個板 一直沒有離開過 他的戶籍應該設在這裡 哇 有人抓到了進攻籃板 這的確對台灣大來說是好現象 在第一節他們也抓了四個進攻籃板 掩護之後的正人為 還是沒有 賽季QAO的三分球平均是25% 這個長球 單位但是沒借好 後面再跟上也沒借好 接著我連續浪費了兩波的機會 籌在風中 入去 好看看這次貝利斯 想得夠快 其實今天在連續投進了三個三分球之後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隊友或教練要有點擔心 因為他可能越投越遠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出手機會還是這麼不合理 但是手感一旦失去了 那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浪投 對,不過他目前三分球五投三走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接受 對,超過六成的三分命中力 陳靜環 我們後線防守 看第二球沒法進 他今天拿三分 不過確實這個話題引起很多球迷的狀況 大家突然間對中華隊有很高的期待 當然,因為我們說到 中華隊其實不管在風線或者是後衛上面 其實都有很好的戰力 無奈籃球真的是一個身高的一個運動 所以說如果我們可以規劃一個Davis 在整個籃板防守上面 可以有更多發揮的話 我相信在亞洲的賽場上面可以有更好的一個成績 對,如果Davis還有一點猶豫的話 我們考慮叫蔡依琳去說服她 唱那首Mr.Q 他已經不會有更好的 Felis,中俊在哪 目前她已經得到八分 在等之後,金九進去裡面飆過 以及吳俊雄都是替捕上陣 吳俊雄抓了一個進攻籃板 金九在第一節的第五個進攻籃板 Taylor King 投篇第六個進攻籃門還是吳俊雄 他擔打未有人 俊雄真的是在最近的比賽裡面越打越好 我相信相哥現在如果在看電視也是相當開心 吳俊雄的確 今天賽季也有兩場得分 就在最近的得分到達10分 但他得分也不能太多 因為他得分在10分的時候 10分以上的時候球隊都輸球 所以吳俊雄得個8分他也有 他不要有太多的得分 他可以有比較多好的防守 好的籃板 我相信 對他還有對整個球隊來說 是最快樂的一個事 幾乎的兩位進去球員都得分了 彪哥一個 吳俊雄一個 貢獻算蠻大的 現在雙方只有2分差距 Felix 江菲羅 吳戴豪 雙卡連線 這個球我們看到阿環差點抄到 又差點把他放進去 可惜還是最後有一點入去 金恩 3分外線頭短 今天對方有雙卡 所以金恩的作用好像只剩下一個 就是頭外線 唉唷 菲利斯這邊手也滑了 這還交給陳敬鴻 這一波的攻擊真的是有點 感覺不只是球滑 地板有點滑 有人在傳給菲利斯原本是很輕鬆的球 結果自己也跌倒 想不到菲利斯手也滑掉了 天氣寒冷 對於台灣的球員來說其實並不太適應 而且以台灣場館的設計來說是不太可能會有暖氣的設備 而且苗栗這個球場相當的大 相當的空曠 另外整個出入口相當通風 所以每次來苗栗比賽就會覺得特別的冷 很涼爽的感覺 林志龍也在等待上場的機會 先哈哈氣 稍微活動一下 上次交手菲利斯的克星黃巨島現在上場 黃巨島一上來 當然他所招呼的這個客人就是菲利斯 我現在先看